大家好 今天呈来了一个好消息 著名导演张艺谋 就想知道电影版的三体了 对此很多人是欢欣鼓舞 因为这样三体是经历了 自己最辉煌的时刻 继去年电视版三体 登上央视和通讯视频以后 点击率和收视率都创造了新的记录 同时美国的网飞公司 国外版的三体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引起了国际轰动 那这次张艺谋拍电影版的三体 点了把三体的热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由此很多人就推断出了 版权拥有者林奇老板被堵死的内幕原因了 可以说主要的是三体版权热得祸 因为它是一个超级巨大的金矿 这四年前 我们在游族网络公司的首席封控官 执行董事许瑶是独自了自己的上司 都是让林奇 当时大家都觉得很是不解 他杀人越过到底图的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许瑶是出身不凡 曾经在法国和美国都留过学 在香港的律所又任过律师 后来又成为复兴集团的高管 就是到了游总的公司以后 也是公司的核心人物 那他仅仅为了去去一点个人的恩怨 就独自上司吗 这也说不通吗 现在这个三体突然爆火了 那大家才看明白 原来这许瑶怎么早就发现了三体所蕴含的 巨大的商业价值 那是见利妄议 但是很多人会觉得 说三体不就是拍了几部电影和电视剧吗 将来还是有什么大的发展呢 其实啊 游族网络公司啊 早已经开始设计开发三体的网络游戏了 当然了 因为董事长林奇的趣事啊 所以说呢 这些进程呢受到了一定的阻碍 但是呢 他们已经把这个版权呢 卖给了上海的加油公司 应该啊 也是要进行深度开发的 除了这网络游戏一般啊 那三体本身所构建的三体人世界啊 也是有巨大商业价值的 它可以像迪士尼那样啊 做成三体人乐园 那里面啊 有各种的三体人的高科技 和他们生活场景的模拟 再加上啊 现代化的AI技术的应用 那应该整体上啊 会比迪士尼呢 更加有吸引力 这迪士尼啊 达到的是一个浪漫的童话世界 那三体啊 将会达到出一个三体人的科技 和科幻世界 当然了 这些想象实现啊 肯定呢 也不会是一帆丰盛的 就要多家公司 和众多啊 将张艺无障的大艺术家 共同努力 我们呢 也期待这一天啊 能快一点到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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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